我不是可以的 好 好 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金民黨今天的例行記者會 我是金民黨秘書長黎嘉倩 在我身邊有尤尖旺區議員如得寶 我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關於政府抗疫的政策 其實由今天我們開始看抗疫 已經過了一年了 但是政府的政策這一年來 可以說是毫無張法 藥石亂頭 而過了一年 用了香港各界用了不同的努力之後 其實香港人仍然不能夠見到曙光 也都見不到政府有些什麼很具方向性 很有理念的一些抗疫措施 我們回到一年前 剛剛開始疫症來到香港 醫護人員連防備裝置都不足夠 而那個時候甚至乎有人出來說 口罩都不用戴等等 然後香港人一起去搶口罩 政府幫不了手 香港人要靠自己去自救 然後一直下來的 包括全民檢測的一些檢測中心 非常之不透明 或者安心出行 政府經常放在口邊 但是其實它的成效有多少呢 又或者是限聚令 究竟這個是有多有科學根據的一個防疫措施呢 其實我們經歷過 香港人經歷過這一年來 種種這些沒有根據 沒有科學根據 也都不知道方向的一些防疫措施 其實香港人已經非常之厭倦的了 但是去到近期 我們看到的林鄭還自己說 要做一些突擊式的封區啊 封樓啊等等 其實譬如封區 究竟封區的界線是怎樣畫的 而這個封區做了之後 究竟對當區的居民 包括一些打工仔 包括一些小商戶 他們放了在店裡的儲備等等 怎樣去處理呢 其實見到政府完全對這些事情 不是一股 也都反映出 其實政府去處理這個抗疫 是非常非常之離地的 我們看回一年來 其實上星期 政府公佈的那個失業率 去到6.6% 是這16年來的最高峰 那我們除了很多香港人失業 就業率不足之外 有很多很無形的影響 仍然都是影響我們的生活 譬如說小朋友停課停學 有很多不同的聘取班啊 或者很多老人的服務啊 特殊教育兒童的服務啊等等 都需要去暫停的 而已經過了一年了 政府繼續這樣拖著半桶水啊 亂弱石亂投的這些措施呢 其實香港人根本見不到前路 可以有些什麼去向的 而舉個例子 譬如由業界的角度去看 健身業界呢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健身中心又被勒令要去停業了 而今次這個停擺呢 是說五十多天 也是從來以來最長的一次停業 但是對於健身教練 或者健身中心的補貼呢 其實政府是未做足的 去到上一輪的補貼 第三輪呢 說的才是比七八成的時候呢 第四輪的疫情呢 又來了 根本大家都未回到氣 而健身中心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告訴我們 其實林鄭政府 根本對於業界 或者對於一些防疫措施 對業界的影響 是完全錯判的 所以才衍生出這麼多 令到人不能上班 或者去對一些很多打工仔 因為政府一些很矛盾 很急切的一些措施 而沒有了份工的情況出現 而在很技術的層面 譬如我們見到強制檢測 有很多時候有很多老人家 或者有很多需要協助的人 根本他們都不能夠 不知道怎樣去做到的採樣 或者他們的流動檢測中心 在哪裏 所以我們見到 其實政府這一系列的措施 反映出的就是一些武漿法 亂試 或者甚至乎想抄一下 抄一下不同地方人家的做法 放在香港那裏 這些全部都是失敗 而我們期望 在未來的日子 特區政府可以盡快受著防疫 爬爬到一套很立竿見影 而且很華都讓我們香港人知道 究竟前路應該要怎樣走的一系列措施 接下來的時間 我交給余德寶議員 大家好 我是公民黨 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 其中一個政府的抗疫政策 這個藥石亂頭的一方法 就是這個強制檢測 甚至是封區 我們見到昨天林鄭 就在記者會說 我會用這個叫做突擊式的強制封區 昨天下午 油麻地 碧加一帶 就成為了這個目標 我們見到這個突擊的封區 其實是 這個成效是十分之不顯著 甚至是可以說差勁去形容的 當然林鄭就很開心就說自己 封區不論是佐敦也好 不論是油麻地也好 都是一個有成效的封區的情況 但是他自己開心是沒用的 因為數字是不會騙人 公眾是有定論的 當然你見到不論是佐敦 大概是有做了七千幾個的檢測 只有十三宗的確診個案 或是昨天十個小時裡面 是做了三百幾個檢測 只有一宗的確診個案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數字 除了說服到林鄭自己之外 一定是說服不到公眾 無論是被他禁足的一些居民 所以我們見到的封區的成效 是十分之令人質疑 究竟他是不是繼續要強推其他地方 深水埗甚至全香港 那兩位深水埗的區議員同事 都會多些去演繹下去 第二點我想說這個封區 絕對是重創地區的經濟 怎樣說呢 當林鄭就說我封區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令到居民能夠回復生活如常 或論是令到地區的經濟有些生氣 事實又是不是這樣 又是不是做到林鄭所說的呢 我們見到佐敦也好 油麻地也好 現在全部的店鋪都不是很開的了 或者外人都不是很敢進去這個地方 因為政府的封區是妖魔化了他們 令到外國外人是不敢走近地區裡面 直接是重創了這個經濟 我都不說到張建宗不去賠償 給相關的一些商戶 或者是居民 更加何況的是 現在我們見到很多居民或者是商戶 去面對的一些經濟困難 為什麼政府不能夠著情去做一些補貼 或者補助給他們呢 而更加明顯的就是 現在我們見到封區的經濟已經不理想了 更加聽到一些風聲就說 有機會封了果欄 有機會封了深水埗的時候 同一時間也都影響了他們的經濟 你見到果欄的相反 已經是想要減價去促銷 令到希望減低到封區所引致的經濟損失 話論是一些深水埗的商店 電子的店鋪 也都將一些貴重的物品已經是移開了 他不希望突然之間或者是突擊的封區 令到他們損失慘重 最後一點我想說的就是 政府一直沒有面對的問題 包括三毛大廈的問題 劏房的問題 或者少數族裔支援的問題 政府一直過去知道這些問題 但是將這些問題只是放在 或者藏在地毯底裏面 事而不見 一直不處理這些老大難的問題 今次只是疫症的關係 令到問題重現在大家面前裏面 我只是見到政府現在以這個抗疫為理由 根本就沒有實際地去協助有關的朋友 包括少數族的朋友 會不會就著一些教育 或者是語言上一些支援呢 或論是一些三毛大廈 會不會民政事務處要加快成立法團的速度呢 或論是一些劏房的問題 就是居住的問題 會不會加快這些公屋重建 或者是公屋的供應 令到他們能夠快些上樓脫離到這個劏房的情況呢 這些問題政府不能夠 掃在這個地毯底就事而不見了 OK 那我們會交給兩位深水埗的區議員 他們繼續去講一講 有關政府現在防疫的政策的 好 我先說吧 我是深水埗區議員劉家恒 我會簡單講一講 政府實行了指定檢測區的時候 對深水埗區內居民有甚麼影響呢 檢測區其實是政府在深水埗區裡面 已經形成了風氣就是草木皆兵了 即是這幾天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 昨天可能就有一張圖 上面是寫著這個採樣包 跟著是有極大量的居民 是已經打電話過來 就問究竟是不是已經要準備封區啊 各樣東西 那其實呢 政府只是會令到區內是形成極大恐慌 最後呢 甚至乎是會令到一些居民 是因為這件事而離開本區去到其他區 根本是呢 對抗疫是毫無幫助的 另外呢 昨天和前天呢 也都有追問到其實在 我自己本身是南昌北區 也都是深水埗區的指定檢測區的範圍之內 那也有可能呢 就是政府會實行這個特集式的封區 那這幾天呢 也都有一些渠務處的外判商 在區裏面是抽樣 在這個污水渠那裏 看看會不會有這個病毒呈陽性的反應 那其實呢 這件事就是困擾居民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們是一朝早七點鐘 就開了一些帳篷在那裏 就令到居民呢 就是問的時候 首先呢 就是這個工作人員呢 也都不是給到很詳細的消息 或者一些指引呢 告訴他 其實區裏面究竟有幾多個指定的採樣的地方 那他只是提供了少量的知識 少量的資訊 譬如說 是有透過幾個的外判商去做檢測 那但是呢 實質 他問到他究竟是要做多久 會連續做多少天 是從來都沒有答覆過 那我們再有向政府部門 有這個環保處 和這個局務處去查詢 那兩個部門呢 其實 資訊呢 極不流通的 問一個部門的時候 另一個部門呢 這個部門呢 就會說是另一個部門負責 才知道呢 區裏面有哪些地方呢 是會做採樣 到你去問另一個部門 去問局務處的時候 他又會說 跟你說回環保處才知道 有哪個地方採樣 可見呢 這個是有機會啦 可能是一個政府 他是不想 那麼容易就提供到一些資訊給街坊 這一件事也扣緊回第一點 就是會對區內造成極大恐慌 那麼最後一件事 其實就是想說回 究竟這個污水採樣 實際情況 是能不能夠真是trace得到 究竟哪一棟大廈有確診呢 那麼以我查詢得知呢 就是這個採樣的方式 是會在一些公眾渠裏面 一些公家渠裏面呢 然後就逐點去做採樣 但是這些公家渠說的是 是一些 一個區域性的採樣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說 很多不同的大廈 都會有一些污水 經由這條公家渠道排放出去的 那麼其實如果你 只是就住一個地方去做採樣的時候 你又怎麼能夠真是知道 哪一棟大廈有確診 更何況是深水埗區 其實是有很多的食事 或者地鋪呢 是會經常有一些食客 在裡面去洗手間 那你又怎麼能夠追蹤得到 哪一些食客去完這個食市 甚至乎他們可能是真的 有這個病毒性陽性反應的時候 你怎麼找得回他們呢 那所以 除了就是 好像德寶說 是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政府的所有檢測的舉動 只是能夠說服到自己 是並不能夠說服到公眾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深水埗區議員 周遠文 剛剛家衡都講到 其實政府在深水埗區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動作的 包括是一些採樣 又開帳篷 大家都很恐慌這樣 那所以我們區議會那裡 都是想立即是召開一些緊急的會議 希望是叫部門過來 是一起有個溝通 就是最基本 剛剛講一些溝通問題 卸責的問題 希望可以 三口六面 盡快講清楚它 但是很可惜 現在民政處 是帶頭 不願意支援任何一些會議 甚至乎我們是 比如說 做一個網上會議的時候 他們也是拒絕去支援 甚至乎是拒絕 幫我們叫一些部門過來 參與一些會議 而另一方面 我們的主席 也都去主動聯絡一些部門 去參與會議的時候 他們也都講到 說民政處 是不希望他們 是能夠參與我們自己做的一些會議 所以這一點 其實我們對政府是非常之失望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它以抗疫為名 但是其實它在區議會的層面裡面 其實是阻擋了很多區議員和部門 去溝通的一些機會 所以說到底呢 我們公民黨對於這次封區 這個舉動 是絕對反對的 原因有三個 第一就是剛剛講到 一個擾民 也都是令到很多市民恐慌的一個狀態 因為除了你說它是沒有科學根據之外 也都是令到很多居民問回我們 喂 會不會下一棟到我們 又要被人封區或者要做檢測呢 其實是毫無一些的根據 甚至乎是沒有科學的成份 在後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難回應到這些街坊 第二點 也都是非常之重要 其實就是講 它背後整個做員 所謂其實一個變相強制檢疫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效做到它的效果 它是不希望病毒繼續散播呢 其實是不能夠的 它今天在這裡驗完 明天走出去上班吃飯 其實那個結果一樣 它都是可以有病毒 都是可以繼續帶菌 所以去到底第三 也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這次政府很明顯 是以抗疫為名 其實就是限制香港人人身自由為實 我們不能夠是被政府 再繼續進一步收緊我們的人身自由 甚至乎接下來 它會不會以其他一些的理由 再去進一步限制呢 這個我們是不能夠被政府 由這個第一步開始 逐漸溫水煮蛙去侵犯下去 所以在這裡再重申 我們公民黨是絕對反對 今次這個封區的這樣的措施 亦都是希望回復我們的初心 封關更加重要 麻煩 就着剛才的發言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其他議題上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是先進行後台 就是要怎樣做 就是要求全面 就是政府會不會考慮一下 就是為區議員 雖細修例 去設立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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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一些所謂的措施 出來聽到所謂的聲音 他說冷抽 就是區議員出現的措施 就是去設立的措施 就是去設立的措施 我想區議員本身 首先第一步要向選民負責 就是它的行為言行 一定是向選民負責的 而選民也都看在眼內 我相信 所以如果有些人可能會指責 某些議員的行為 那就由選民去評論 在選舉就會有個結果出來 我相信 其實就著區議員宣誓這個問題 我們黨外都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好像剛才德寶所說 其實區議員它最重要的職責 就是可以協助到市民 向它的選民做到交代 也都發揮到他們應該要有的功能 所以我想公民黨的區議員 也都繼續一樣會感受這個崗位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其他? 如果沒有就 如果沒有就 謝謝大家 麻煩大家 再見